大家好,我是谢瑶瑶,来自阿里云 目前是Kubernetes开原子项目阿里巴巴 Cloud Provider的项目Maintainer 今天由我和我的同事顾静一起为大家分享 如何不停机地迁移Kubernetes集群 顾静同学是阿里云一位非常优秀的资深容器开发工程师 同样呢,他也是Kubernetes开原子项目阿里巴巴 Cloud Provider的一个Maintainer 一个非常优秀的北大才女 今天我们会从以上方面来分享 如何不停机地迁移Kubernetes集群 首先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需要做集群迁移 进行迁移的一个需求以及应用场景 然后呢,我们会着重介绍 如何实现不停机的PVS集群迁移 如何进行迁移前的一个前置检查 如何做应用的数据迁移与流量迁移等等 我们简单列举了四个需要做不停机迁移的场景 或者说优先使用不停机迁移的场景 第一个是容器化的应用迁移场景 第二个是混合运场景下应用的跨运同步与迁移 第三个是应用的备份与灾难恢复场景下的全量迁移 第四个是当需要使用到新版本集群特性 或者集群配置发生了一个break change的情况下 这时候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升级来解决问题的 那么就需要通过进行迁移来实现不中断的应用服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容器化的应用场景 应用迁移场景 随着容器化的一个不断发展 云原生的理念已经逐渐深入到了各大公司当中 据相关调查统计 将近有65%的应用已经实现了容器化 并逐步从线下的数据中心迁移到了云上 从而充分利用云的弹性来实现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 那么如何实现迁移过程中应用的一个平稳切换 并且实现应用的不停机迁移 这直接决定了用户业务云化的一个意愿 所以不停机迁移 以不停机的应用迁移 对用户容器化的应用迁移 具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价值 其次呢 是混合云场景下的一个跨云的流量迁移 对用户来讲 如果云是一个极具性价比的选择的话 那么混合云和多云的策略 则进一步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低成本 全球可达的一个应用服务 多云会让用户的应用 部署到多个云厂商 然后避免厂商的一个锁定 同时呢 它能够提供更高的一个溢价能力 一个更强的一个备份 灾难恢复能力 和相当可观的一个稳定性 同时呢 还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基于位置的一个临近服务体验 上图展示了一个混合了一个AWS 阿里巴巴 Cloud和自建数据中心的一个混合云 在这个混合云中 极群与应用需要实现跨云同步 实现应用的迁移 服务之间的一个互相调用 因此 混合云策略对极群与应用的不停机迁移 也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接下来是极群新特性与BrickChange的一个场景 一般来说 更高的一个K8S版本会带来更多的新特性 但是呢 这些新特性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 首先 如果你需要使用新特性 那就必须升级到对应的一个新版本 这通常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首先如果你的极群版本太低 那么你需要多次升级极群 才能到达预期的版本 比如从1.14 14升级到1.16 然后是1.18 然后才是1.20 这样来避免单次升级极群版本过大 造成的兼容性问题 并且 这些新特性所引入的兼容性问题 还可能潜在地造成服务中担 除了升级困难以及兼容性问题 升级已有极群无法实现一些配置变更类的需求 比如你无法直接变更以一个已有极群的网络模式 比如IPVS到IPTables Flanel到Turway ClusterCRDR等 这些会造成整个极群已有节点或者POD的重建 造成服务不可用 甚至是整个极群的一个配置被污染 因此不停机迁移K8S集群的应用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如何进行不停机迁移 不停机迁移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前置检查 PreCheck 它可以提前暴露迁移可能存在的潜在的风险 第二个阶段是应用迁移 这一阶段需要新建一个目标版本的极群 并将应用及其数据迁移到新的极群当中 第三个阶段是流量迁移 这一阶段自关重要 它决定了如何无损地 不停机地将线上流量导入到新建的极群当中 并使用新建的极群为用户提供服务 首先是在前置检查阶段 我们需要尽早地暴露迁移风险 因此我们开发了一套前置检查框架 用来检查极群是否做好了迁移准备 比如不同版本的极群会有一个API Group的兼容性 因此需要提前处理 比如说Label的兼容性也需要提前处理 不同版本的组件的行为的差异等等 如Kubernetes Proxy处理SLB流量转发的行为差异 会直接影响流量迁移的成功 因此前置检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等前置检查项都通过之后 接下来就是应用的一个迁移与流量的迁移 应用的迁移可以通过开源组件Valero进行 官方有详细的文档来说明应用的迁移 阿里云也专门为其提交了阿里云相关的驱动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如何做数据迁移 数据迁移是实现不停机迁移的重要语环 这里我们会以磁盘存储和有状态应用 MySQL EDCD的迁移为例 来说明如何进行数据的迁移 通常云上的存储主要有NFS OSS对象存储 Cloud Disk云盘等等这一类的 如右下图所示 通常各大云厂商都为磁盘类型的存储 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快照方法 及其恢复的一个方法 右图展示了如何将上海Raging的应用 数据迁移到杭州Raging的一个方法 对于磁盘存储的类型 首先在上海Raging构建一个磁盘快照 然后将快照通过云厂商的一个网络 同步到带恢复的一个地域杭州 然后通过快照恢复的功能 创建一块磁盘 然后挂载到节点上后 应用机可以随时使用 第二类是对于自建MySQL EDCD一类的应用数据 尤其持续读写可能造成潜在的数据的不一致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为该应用在目标Raging构建多个Slave副本 或者说Quorum副本 用来进行实时的一个数据同步 当在流量低风期到来的时候 执行一个主从的切换 或者说是强制的一个选主流程 一旦目标Raging的选主完成 则代表切换完成 然后可以逐步下限原Region的一个Mexico或者EDCD副本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迁移流程 接下来由我的同事 顾静为大家进一步重点介绍一下流量的迁移 相关的操作及原理 大家好 我是顾静 接下来将由我来介绍一下流量迁移部分 流量迁移是集群迁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流量迁移是指业务在流量无中端的情况下 从一个集群迁移到另外一个集群 客户端应当对流量迁移整个过程完全无感 DNS是实现无准流量迁移的一种方式 分别在两个集群当中创建两个Low Balance类型的Service 然后将这两个SUB加入到一个DNS的后端 然后基于DNS的流量辉度能力来实现 将流量转发到两个不同的集群当中去 这种方式它是比较简单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 就是因为DNS的缓存它是有过期时间的 在流量切换后 它需要等待30分钟左右才能生效 当新集群中进行一个业务回滚操作的时候 这种延迟是不可接受的 另外一种流量迁移方式就是基于Eastio去做 Eastio方式它是比较复杂 它的学习成本比较高 需要新建一个Eastio集群 并且修改已有的应用的一种部署方式 然后是基于Eastio的辉度能力进行流量迁移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操作简单 又可以实现无损流量迁移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从服务暴露的方式入手 Low Balance类型的Service 实际上是通过云上负载均衡器 对外暴露服务的 负载均衡器它实际上是由各云服务提供商 通过部署在机群中的Controller去创建的 创建出来的一个Low Balance类型的负载均衡器的信息 它会体现在Service的Status的Low Balance字段这里 请求访问云上Low Balance服务器时 是由各云厂商负责具体 怎么将流量重定向到后端POD上的 Cloud Control Manager简称CCM就是这样的一个Controller 它是阿里云容器服务部署在K8S集训中的 CCM负责对接K8S资源及云上基础产品 如SOB、VPC、DNS等等 对于SOB,CCM支持两种转发模式 一种是ECS模式,一种是INI模式 对于ECS模式 CCM会将NodeIP及NodePOD挂载到SOB后端 请求来的时候流量进入SOB转发到Node上 然后进入Node上的QProxy转发到对应的POD上 对于INI模式 CCM会将PODIP及TargetPOD挂到SOB后端 请求进入SOB直接转到POD上去 ECS模式与INI模式对比 它是明显少了一层转发 所以它的网络性能会更好 那么究竟是ECS模式还是INI模式 它是由K8S中的网络插件决定的 对于Flanor网络插件来说 默认就是这种ECS模式 对于ToneWi网络插件默认是INI模式 那么CCM到底是怎么管理SOB的呢 对于LowBalance类型的Service CCM会为该Service创建或者配置一个LowBalance 首先CCM会去K8S集训中查询这个Service具体的信息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去构建一个LowBalance 接着它通过OpenAPI去查询 云上LowBalance的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去创建一个RemoteModel CCM会在这两个Model之间进行同步 根据LowBalance去同步远程的RemoteModel 直到两个Model一致为止 当Service对应的Endpoint发生变更 或者集群节点发生变更时 CCM会自动统布LowBalance虚拟服务器组中的后端 此外CCM还提供了很丰富的注解 去支持很丰富的负载均衡能力 当用户在集群内访问Service的时候 这样它的流量是如下的 就是流量先到Service 然后进入Endpoint 走到Node上的CubeRoxy 最终转发到POD 当用户访问LowBalanceIP的时候 流量是进入LowBalance 经过虚拟服务器组 然后转发到后端的Node或者POD上面 了解LowBalance Service工作原理之后 那么能不能通过CCM去实现实施无损流量迁移呢 答案是可以的 将两个集群的节点都加入到同一个SOB的同一个端口中 然后通过修改两个集群所占权重 即可实现 灰度流量迁移 由于它是通过调用OpenAPI去实施修改这个SOB后端的 因此它是完全实施的 是没有一个缓存的问题的 而且对于客户端来讲 它访问的仍然是以前的SOB的IP和POD 因此是完全无感的 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在1.14集群中创建一个service 通过annotation去指定使用已有的SOB 及端口以及虚拟服务器组 然后在1.20集群中创建一个同样的service 去指定相同的一个SOBID 虚拟服务器组及端口 通过阿里巴巴 Cloud Low Balance Weight 这个annotation去为集群设置权重 配置完成的一个效果就如图所示 大概有80%的流量会流向1.14这个集群 然后有20%的流量会流向1.20这个集群 通过修改service里面刚刚提到的weight annotation 是可以实现动态实时修改 流向两个集群的权重的 然后从而实现一个灰度的流量迁移 当整个迁移过程完成之后 可以从1.14集群中直接删除掉这个service即可 新的集群仍然使用以前的SOBIP及POD 所以客户端是完全无感的 设置annotation之后 如何保证集群内POD的负载均衡呢 对于Extended Traffic Policy为Cast Service而言 System会将所有节点加入到SOB后端 具体每一个节点的权重计算方式 就是整个集群的全部权重除以它的node数量 以图示为例 整个集群的权重为80 它一共有三个节点 因此每个节点的权重就是80除以3 由于权重必须为整数 因此这里取了27 node1,node2和node3的权重都为27 但是其上的POD数量分别为53和0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POD间的负载均衡呢 对于Cast模式而言 POD间的负载均衡是依赖节点上的QProxy去做的 对于Cast模式 QProxy会将所有POD的信息 写到本地的路由转发规则当中去 因此当请求来到节点3的时候 它会采用轮迅的方式 将请求转发到node1或者node2上去 对于external traffic为local的service而言 CCM仅会将有POD的这些node加入到SOB后端 因为如果这个节点上没有POD的话 QProxy不会写对应的转发规则 所以当流量转发到这个节点上时 这个请求会直接被丢弃掉 在local模式下 需要首先计算每一个POD的权重 这个集群的整体权重为80 然后它有8个POD 因此每一个POD的权重就是80除以8就是10 那么节点1的权重呢 它就是每一个POD的权重乘以node上的POD数量 所以node1它的权重就是5乘以10就是50 同样的原理node2的权重就是30 由于每一个POD的权重都维持 以及云下的ECS的一个流量的权重 逐步的然后通过动态去调整这个 weight的annotation 逐步的将流量从线下集群迁移到线上集群中 这套方案是完全无锡进行业务改造的 然后对于客户端来说也是完全无感的 在新集群中测试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个应用更新的场景 如何保证应用更新的过程中流量无损呢 应用更新大概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创建新的POD 然后等待POD running之后将旧的POD删除掉 新的POD创建成功之后 CM就会将其挂到SOB的后端 如果新建的POD无法提供服务 那么这样的话请求就会处理失败 因此需要为POD添加就去检测 仅当POD可以对外提供服务时 才将这个POD添加到SOB后端 在删除POD时也会遇到同样的场景 因为POD删除和从SOB后端移除这个POD 它是异补的 如果POD已经删除 但是这个POD还未从SOB后端移除的话 那么这个请求转到节点上去 因为没有对应的POD可以处理 所以这个请求必然是失败的 针对这个场景的话 我们需要为POD添加一个prestop的hook 具体demo如图所示 这个prestop是写在lifecycle这个specific下面的 然后图上是一个以NGX镜像为例的一个demo 它是先执行了一个engine screen的操作 然后是等engine所有的应用进行全部退出之后 在等待30秒之后 prehook就执行结束了 POD的UR退出入图所示 首先quiblet触发deletePOD事件 然后API server收到事件之后 尝试去更新POD的信息 endpoint controller去更新POD所在的endpoints 在更新完毕之后 quiblet也会去清理掉节点上 关于这个POD的路由转发规则 system收到endpoint的更新事件之后 会尝试从sob后端去移除这个POD 在API server去更新POD状态之后 quiblet也会进入到POD的清理流程 它会触发POD执行prestophook 在prestop执行完毕之后 会向POD中发送sigterm的信号 进入grace4下档的过程 等待grace4 terminating时间完成之后 会向容器中发secure的信号 接着API server会真正的 从etcd当中去删除这个POD 紧接着这个POD的状态 就被置为deleted 从删除POD开始 一直到system从sob后端移除这个POD 在这整个过程中 一直会有流量进入到后端POD 然后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qbroxy和ccm它是一个易步进行的 因此会出现当sob还未移除POD的时候 节点上的qbroxy规则就已经被清理掉了 如左图所示 此时如果有请求进入到sob的话 它紧接着转发到对应的node上 由于node上面的ipvs的规则 已经被清理掉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对这个请求进行转发 从而导致这个请求处理失败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多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方法是将service改为class模式 这样的话请求进入到sob之后 它会转发到这个节点的qbroxy上 由于前面我们也讲到 在class模式下 本地会记录所有POD的转发规则 因此即使这个节点上的POD被删除 本地的qbroxy还可以将这个请求转发到其他节点上进行处理 但是class模式有一个缺陷 它就是没有办法保留原ip 如果service为local模式的话 那么一定要保证这个节点上 有多个可以正常运行的POD 也就是说它需要实现一个原地升级 当请求进入到low balance的时候 这样的话即使 然后这个请求就会被转发到对应的node上去 即使以前的要删除的那个POD 它对应的路由转发规则已经被清理掉 因为这个节点上还有其他的POD可以正常处理 所以这样的本地规则还可以将这个请求转发到一个正采运行中的POD中 所以这个请求还是可以被正常的处理的 前面提到的ENI模式也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ENI模式是直接将POD挂在SOB后端的 因此流量进来的时候 进入SOB直接转到POD上面 就绕过了节点qbroxy的那一段路 因此即使qbroxy的规则被删除 也对这样的一个流量转发过程无影响 总结一下 整体的机群迁移可以分为如下的三个步骤 前置检查应用迁移及流量迁移 前置检查需要检查不同机群间 KBIS API NodeLabel qbroxy等行为的兼容性 应用迁移可以使用一些开源工具进行 基于CM的一个流量迁移 可以实现实施无损流量迁移 本次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大家